减肥的方法千奇百怪 不科学的减肥方式 不仅会使体重不降反增 更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换肠早晚一次包准减35磅 一天卸5次包减35磅 小心我会俗说 俗话说治病得治本 那肥胖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财富人生健康至上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今天 那今天现场呢 同样是请到了三位嘉宾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是著名的相声演员傅强 你好 欢迎欢迎 那左手边的这一位呢 是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 是营养师王斌 老师好 王斌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高级营养讲师 多家媒体专栏 特约撰稿人 欢迎欢迎 那还有一位呢 是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 健身教练 我们的人东东教练 欢迎你 老师姐 老师好 欢迎欢迎 那最近我们在办公室 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一月不减肥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到十二月 全都涂上飞 不上飞 那么夸张 特别的夸张 这说到减肥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 现在的一个热议的话题了 我问问你 这个肥胖 你怎么给他定义 我觉得就是踹着走 就叫胖了 什么叫踹着走 对 为什么踹着走 就是这已经胖了 得踹着走 意思是他是成球形 要滚着走 还没那么夸张 因为我有一兄弟就很胖 我们就老形容他 你看他又踹着走 踹着走道 滚着下楼梯 搬着上出租 这是我们给他定的三个定义 他有一个湿地 应该是叫 万语 万语 万老师 万语万老师 你说他有多胖吗 你跟着冬天跟他出了一块 最起码暖和打风 对 不是让他开门一下 还是他的这个湿地 嗯 真正 您给肥胖做一个定义 肥胖我们就说呢 主要是他的什么 脂肪细胞的体积和数量 它呢怎么样增大 另外他就质量 也随之而然怎么样增多了 然后导致呢 身体里面怎么样 脂肪含量呢 就占体重的占比呢 已经超出了一个什么 正常的水平 尤其是在局部地区 局部 局部地区 万语不存在这种情况 它全部 它不是局部 我们有共识 对对对 有一次我们俩 还有万语在一块吃饭 那万语坐我边上 就一直在劝我吃 对 秦老师 那个这家包子不错啊 您来俩包子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来来来 来了之后 我说我真不吃 我吃了 你看哪 看 然后吃完了之后 他就说 秦老师 你知道这家馅儿饼不错 对对对 来来来 我说真不要 要不了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都认为 就是最主要是吃 会造成这些肥胖的原因 您能具体 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我想首先问问 傅强老师啊 您觉得会有哪些因素造成的 我认为就是吃 吃的 吃是第一的 二一个是不运动 不运动 超级不运动 然后三一个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特别不暗示 就是生物中特别紊乱 生活习惯不好 对三个我认为就够了 对 基本上就是这些 另外呢 就是还和遗传 关系 遗传有关系 对啊 基因的 我不知道他你的师弟 然后他父母 或者是老一辈呢 有没有 我觉得很奇怪 他 我见过他爸爸 他爸爸好像很正常 他爸爸就像我这样 不是 就是我的半月 就是我的胖瘦 我的胖瘦 但是他真的 根本看起来是吧 实际上他这个遗传因素 也占有蛮大的 另外呢就是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因为他的这个什么样 脂肪细胞 它的体积啊 质量会增加 会导致他这个体积增加 一般在人的这一生当中 一般就在三个阶段 第一个呢是在胎儿期 所以说现在孕妈妈呀 一定在孕期呢 就是一是为了自己 生产完以后 能快速恢复身材 另外呢就是不让胎宝宝 长太大了 因为在胎儿期的时候 脂肪的细胞数量 会增加的多的话 今后一生呢 您可能就伴随着 比别的孩子吃的一样多 您就比他容易胖 这基础一定要打好 对 胎儿期 另外有时候实际上 我们现在更愿意 把它说是什么幼儿期 实际上婴儿期是指多少 零到十二个月 我们更愿意说 一到三岁的 也就是幼儿期的 这个阶段的孩子 如果您这个时候 让宝宝太胖 看哎呦这胖小子太可爱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宝宝可能怎么样 今后也可能是个小胖子了 另外还有个期呢 就是你是什么 青少年期 青少年期 我们对一个对几码 对 青春期 然后这几个时期 如果您都是超出 正常的一个标准的话 那您今后 就是说是您减肥 就是比较困难 就是长寿的喝凉水也长胖 因为脂肪细胞的数量 它不会减少了 它体积可能缩小 就是说我可能少吃 脂肪可能有看减小 但减小的只是什么 质量 它的数量呢不会减少 一生就伴随你这么多了 说实话 我这个身材呢 相对来说 也是属于微胖小 您还可以 您太低调了 不不不 这一点都不低调 这有一句 说一句 但是这个确实 通过这个王明老师 这样讲解 我们明白了 对 原来我这样的肥胖 是因为我父母 原来在我小的时候 太爱我了 对 一天到晚给我喂吃的呀 那时候小的时候 都喜欢什么 说这小胖子多好玩啊 要狗结手 胖嘟嘟 对 过来捏一捏手 对对对 不行 你看害得我们现在就要减肥 说到减肥 方法有各种各样 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总结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减肥top排行榜 第四名 喝鼻炎药水 可行性5 自残指数2颗星 第三名 催吐 典型满足味蕾的方法 自残指数4颗星 第二名 抽脂 将局部堆积的脂肪组织吸出 自残指数5颗星 第一名 割胃 切除了大部分胃以后 可以减少食欲 自残指数5颗星 片子看完了 这么多的方法当中 如果让您挑选减肥的方法 你会选择 我如果一定要减肥 就不得已而为之 我顶多就用控制饮食 这少吃 我个人觉得少吃 没有 刚刚片子里的 并没有控制饮食 我再给你念一遍 这方法有 喝鼻眼水 抠吐 切胃 抽脂 那我就选择抽脂吧 你就是花钱找人家来抽脂吗 对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相对来说还正常 那几个都不太适合我 适合我今天老师 您听说我抽脂的一个过程吗 它是把一个仪器塞到你的皮下脂肪的这一块 然后通过脚把你的脂肪全部搅碎了以后吸出来 就跟盖楼那个水迷似的 就好像是抽水泥一样 嘟嘟嘟嘟就抽出来 问一下任东东 我这个 如果你要选的话 你可以选择那种 我选择 假设 就是呕吐方法 但是说实在 我有一个会员 他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也知道 像要演一圈的明星 他也会这么做 吃完以后觉得吃多了 欺骗了自己的胃 买桌自己的味蕾 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吗 我知道 有一位著名的演员 就是因为这样经常催吐 吐死了 不是吐死了 最后是患了什么病症 厌食症 厌食症是一种 吃不下去了 他已经完全的 就是内分泌已经完全紊乱 紊乱了 我想的就恶心 太恶心了 刚才那几个都觉得挺恶心 太令人了 你帮分析一下吧 分析 没啥分析的 都不建议 就觉得不好 但是就是刚才切胃的那个 实际上对于刚才我说了 有些人的就是体重怎么样 已经非常高了 这种人实际上 他是 就是说在一般的方法 实在没有效果的时候 实际上是可以考虑的 就别的呢 我是建议就是 一般人还是别尝试了 是 所有的这些方法 真的都不健康 对 建议大家都不要去尝试 接下来各位 我们要给大家 进行一个判断 帮助大家来领睡一下 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概念 究竟什么样的人 应该减肥 说到这个减肥呢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规避 因为在各大办公室 大家都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 无论是胖的还是瘦的 都是在减肥 甚至这个某著名艺人 这个写了一篇那个 出了一本书 减肥日记 日记当中最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要么瘦 要么死 就已经上升到这个程度了 要么瘦死 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接下来各位 我们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判断 帮助大家来理顺一下 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概念 究竟什么样的人应该减肥 正常人就通过测出什么 你的体重 你的身高 另外呢 就是通过这两个数值 可以算出我们的体重指数 一会告诉大家怎么算 另外呢 就是通过仪器呢 我们还可以 光这一个指标不算 因为它有时候不是特别精准 尤其是对一些运动员呀 一些老年人呀 不是特别精准 另外呢 还要参考一些别的 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 通过这些 那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让傅强老师呢 来做一个这个 不太好看的模特 我去 好吧好吧 上仪器来 现在呢 我们在现场 已经做完了测试了 刚刚的数值是多少 他傅强老师的呢 体重是72公斤 他的体脂呢 是22%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傅强老师是正常的 哎呀 太好了 部长 谢谢部长 这我坏了吧 哎呀 我太欣慰了 男性啊 只要在他的体脂 在25%下呢 都是正常的 女性是在30% 女性他脂肪呢 会含量会高一些 那通过这样两个数值的 这个体现 那说明他就不用减肥了 基本上通过 就是刚才体脂这块呢 傅强老师是在标准翻译 但是我这时候呢 还需要算他的BMR 就是他的什么 体重指数 首先呢 我需要你知道两个数值 第一个数值呢 是你的体重 公斤数 单位是公斤 另外呢 需要知道您的身高 身高呢 单位是米 有这两个数呢 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跟我 或者您家有机算器呢 拿出来跟我一块算一下 就首先怎么算呢 把您的体重是72公斤 傅强老师 72 除以呢 他的身高是1米7 1米7 除1.7 然后呢 再除一个1.7 好 除两个身高 对了 然后这样算出了呢 我猜一下傅强老师 他不会42吧 公布一下 24.9 哎呀我去 真高了 对 正常的范围 我也是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正常范围呢 应该是在18.5呢 到23.9之间 就可以等于23 我高出1 你高出了1点多 1点多 要注意 因为是24.9几几几吗 哎呀 对 我主要我觉得肚子 就是直接能看到嘛 对 所以我们呢 就是评测一个人是否肥胖呢 实际上一个标准不可以 就是我们说体重指数 一个不可以 有时候呢 就是有些女性啊 你看着她 好像就是不太胖 但你算呢 也胖了 对 然后 对 然后另外呢 就是什么 我们还要看你的什么体脂含量 这些呢 那有时候用全部都出来以后 实际上我们愿意还参考一个什么 腰围 或者是腰臀比这样的一些事实 我刚才腰围多少来的 90 90 90是正常范围 男性在102以下呢 都是正常范围 太好了 肥胖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三高听过吗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 高血糖 对 对 这种慢性病呢 就会随着你的什么 肥胖的风险怎么样 你患病的分享就会增加 另外呢 就是什么 你想你体重比较重 比如说您的那个湿地 它的骨骼压力 会承受的比较多的重量 对 这样呢 会怎么样 会造成它的一个骨骼的这些问题 关节炎炎 这些可能都会发生 另外呢 还有就是心理方面 心理方面 我就不拿成人来说 我就拿孩子来举个例子 以前呢 然后幼儿园有个小朋友啊 比较胖 比较胖 这个小胖 小胖三 对 然后实际上 就是老人看着呢 是特可爱是吧 但是呢 他们班小朋友呢 就叫他小胖胖蹲儿 这样叫你知道吗 但孩子呢 你别看他小四岁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他是懂的 他一般就很少跟别人交流呀 实际上最一定程度呢 对他心理上的 对一些自卑 对 而且这孩子上体育课不去的 为什么不去 因为他的运动协调能力 都不太好 大家看到 现在在我们面前 摆了很多种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减肥产品的 图片 你可以自己来选 选择哪种 我来看看 看 我给大家展示 瘦身贴 瘦身贴 我觉得不太靠谱吧 我要我我不选 震动按摩 瘦腿移 这个可以 因为我在家 我就有按摩医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他先舒适的再说 行 先放在一边 这可以选 这可以选 针灸减肥 这肯定我不选 我想着就疼 我疼个那么大的钢针 减肥药 减肥药我也不会吃 因为我觉得 要让我选减肥药 十有八九不靠谱 好 这个 爬行机 家用跑步机 这个我肯定 我应该不 我都不听说过 说实话 减肥茶 减肥茶我肯定选 我一直在 也不是一直在喝 我隔三差 我不喝这个茶 哎 信封里面 有可能是一种减肥方法 是啊 也可能是损招 先放在这 东东看下那几种 你觉得靠谱吗 我选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器械 对 我猜就是他老师 运动 这个教练 对 要运动 这个器械的话 我从外观上了解 它的话 它是 是要你付出力的 我们知道 只要你身体 往外释放力量 对 只要有肌肉的收缩 就可以得到锻炼 这上有鞋是吧 这是一个固定的 减肥茶呢 减肥茶的话 它是一个排泄的 那对我来说的 对于健身教练来说 那不介意 他采用这个 是 因为很多减肥茶里面 它里面就是说减肥的 导致你泄的 那个里面有亏类物质 它呢实际上 让你的肠道 是一个慢性眼症 就是不停地在腹泄嘛 然后你的肠道 如果做你的肠碱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肠道 有些人严重到什么程度 它都那已经得亏烂了 减肥茶是肯定不好 减肥药就更不用说了 对 减肥药 尤其是有些减肥药 里面有种成分啊 我不知道教练听说过吗 左拳肉碱 实际上对教练来说 实际上左拳肉碱 如果配合您的运动的话 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一种类胺基酸 血柱呢怎么样 哎 脂肪细胞一个代谢的 但是呢 您如果只吃这个 说躺床上不动 没有用的 所以它是要配合运动的 另外 实际上我刚才挺想问教练 就是那个颤抖的那个仪器啊 您给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不 这个告诉你 就是你要作为按摩方式 来用的话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以它来减肥 我这个真的是不靠谱 你会发现 其实说减肥出汗嘛 比如说给你裹到腿上 我的腿出汗了是吧 实际上是水分 对 其实是水分 你的内在的什么脂肪肌肉 没有变化 然后瘦身贴呢 瘦身贴 就像那个傅小老师说的 一看就不靠谱 这太不靠谱了 我当时看过很多人 就贴了瘦身贴之后 局部溃烂 对对对 过敏 我刚刚就想说这个问题 肯定是不靠谱 对 针灸减肥 针灸减肥 实际上这个按中医来说 因为这个中医来说 实际上有些穴位呢 它能促进你的什么 清晨代谢 但是 但是就是 说实话 我周围有朋友啊 他确实在用这种方法 但是呢 他一定要怎么样 要配合运动 要配合饮食 实际上还离不开 基本的那个要素的 也是配合 但是一定要是综合起来看 对 所以你看哈 从这个针灸鸥 这个真正靠谱的 这个减肥方法呢 一个是 其实这是代表锻炼 对 这是代表一些辅助的方法 对 并没有一种方法说 这个一使用 绝对的 你就能够立刻瘦下来 这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 撕开这张信封 我来吧 我们导演告诉我 说这个信封里面 这个放了很多钱 有一张持票 你为什么还要撕呢 因为我觉得撕是一种运动 可以减肥 接得好 来 其实给出了一种方法 这张信封 写的是六个字 管住嘴 外开腿 这我就是我和东东 结合起来的 现在傅强 我们来选择一下 准备的这些食材 当然这个肉还是有的 这个我们就不摆出来了 好吧 你来选吧 其实说到这些话题呢 也都是给大家提个醒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 正确的减肥方法 就只有六个字 就管住嘴 卖开腿 咱们还是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管住嘴 这总不能 你就再为了减肥 你总不能不吃吧 我现在我个人就说 说我个人的真身生活 我每天晚上会把一锅 那个小米粥泡好了定时 让它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起床的时候 刚好那粥熟了 你这样吧 你这说的呀 我这听得云里雾里的 我们这现场 不是准备了一些东西吗 让你来做一个选择 现在傅强 你来选择一下 准备了这些食材 当然这个肉还是有的 这个我们就不摆出来了 好吧 你来选吧 晚餐 中餐 早餐 如何搭配 很正常吗 要让我选啊 王老师您看我想对不对 早餐肯定要有牛奶 牛奶 肯定要有五穀杂粮 肯定要有燕麦 这是我的早餐 吃的还挺全货 对还有一个 还要一个鸡蛋 来一起拿过去吧 这是早餐 我现在早餐 就是目前我真实生活 就这四种 好 还可以吧 中餐 中餐呢 中餐肯定要有 这个碳水化合物啦 对 然后可以有一点 舒服啊 有一点菜 然后菜吧 对菜 其实我菜 如果要让 因为你现在只有这个嘛 我晚餐选择这两样 那您来分析一下 他这个挑选的对吗 基本来看搭配呢 还可以 你看看 然后实际上 我知道富强老师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有五穀呢 然后里面在餐燕麦 是煮成一个粥 粥粥 粥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是这样搭配 然后吃一个鸡蛋 没问题 实际上要是我选择呢 我可能会燕麦牛奶熬一个粥 然后这个呢 我可能会放到晚上 我加一个问题 王老师 我早上解释 现在一直是吃蛋 只吃蛋 其实不吃蛋黄 这对吗 让教练说说 你要吃一个的话 我觉得蛋黄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蛋黄太难验了 太难验了 会堵嗓子 你不是有牛奶吗 对呀 蛋黄的营养更好 而且尤其是 卵磷脂 对尤其是卵磷脂 对你的这个大脑的神经恢复呢 就是说 因为您的有细胞代谢嘛 您的神经地质呀 是需要这个磷脂呢 来帮助它重新建立起来 晚餐呢 刚才说了 我们的主食有了 我们的什么蛋白质有了 因为晚上你吃太多肉的话 也不太好消化 对 我们有一个豆制品 然后这个呢 我们有点菜 这样就可以 另外呢 因为早上奶可能不太够 晚上呢 你可以怎么样 要加点 你要加餐的话 可以再喝点酸奶 然后再来个水果 就完美了 是是是 我们说这个饮食 这刚刚所说的是 这个数量上的 这样的一些搭配 其实最主要的 我们是要计算一下 卡路里 对不对 对 卡路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卡路里实际上 它是能量的单位 嗯 就是说我们一天呢 每个人 我们这里是四位啊 对 然后我们每个人呢 所需要的呢 我们每天所需要 就需要的能量 都是不一样的 根据运动量呀 你的基础代谢呀 你的身高体重 等等这些数值 就基本来说 平均来说 就不管男性女性 你要是不动 就躺那儿不动的话 一般可能需要1400这样的 就1400是一个 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嘛 但是我们稍微吃点东西的话 应该就是远远的超过 我们要消耗的 这样的一个卡路里 但是超过了 吃多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通过运动 运动 对吧 对 那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呢 你在走路上班啊 或者你做家务啊 都会有消耗 是吧 对 比如说你在家里 做一个小时的家务 拖拖地啊 洗洗碗啊 下来大概也有300卡 对 也消耗 对 那你300卡的话 那你加上基础代谢的话 一天下来可能 有2000卡的一个消耗 是吧 2000卡的消耗 但是其实那你饮食上 其实你稍微多吃点 一天三段饭加起来 三四千卡跟玩似的就进去了 哇 对 而且现在网络是很方便的 对对对 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数值 就比如说你吃的任何东西 吃的量是多少 然后种类是多少 你想去查它多少卡路里 都查得到 你可以其实自己给自己做一张这个健康 这样的一个表格 对对对 你看今天我吃的这个多少卡路里 基本算一个大概的数值 算了之后呢 接下来各位 你们就要锻炼身体 要把这个自己吃进去的这些卡路里 完全的消耗掉 那我接下来哈 我们请东东在现场呢 教我们几个动作 对对 让我们来锻炼一下 消耗自己的这个卡路里 但是这个动作呢 希望不要太大 因为大部分在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呢 都是公司白领 最好是能在办公室啊 就能够动起来 消耗自己的卡路里的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把我的那个很方便的一个道具 纸菜盘拿上来 好了各位 我们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哈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纸盘 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盘子 就是在上菜用的吧 对上菜用的 对 这怎么锻炼呢 来来来 一人两个一人一个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我们顺着这个两个脚的这个平行线往后蹬 对往后蹬 右腿往后蹬 对 然后收回 再次往后蹬 控制控制 感受一下你的屁股 有没有受力 有 如果你蹲的不够深 那你的大腿前处会有感觉 我们 如果你蹲的更深 你的臀大肌会有感觉 教练我们能收回这边聊吗 收回 然后我们向向哪一向右侧 右侧 对蹬出 对还是一样加摆臂收回 然后我们往哪呢 下一个动作我们是交叉 对往你的左交叉 这样一个手臂的动作 对 篮花指吗教练 可以 你可以 没问题 下一个动作就是往前了是吧 嗯 当然你的中心在你的后腿上 好 我去 然后手可以往前伸 然后收回 记住这个动作且不要刺激到 就是你的膝盖不要超过你的前脚尖 好的 对 前老师 手往前伸 你保持点形象行吗 几天老师 往前伸出 收回 往前伸出 你看这有点太急的意思 收回 往前伸出 收回 哎呀我出汗了 真出汗了 真出汗了 收回 我也真的汗 对 这比桑拿出得快 其实王冰老师刚刚很羡慕 嗯 今天的这个 我回去一定要了 不太合适 但是回家可以多练练 对对对 好 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咱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这个您还收回去吧 东东 这里就 当然要 要不然你再走吧 我都不要了